来关心这起车祸就在事发前 所汽机车都是禁止状态停等红灯 那等到绿灯亮起 所有车辆起步仔细看 眼前这名女骑士骑到黑色轿车前方 没想到下一秒 黑色轿车驾驶一次没注意 车前状况先是撞上女骑士之后 女骑士在往右侧倒下 颇骑骑脚踏车的老妇人 这一车祸就发生在 20号早上7点4分左右 彰化园林中山路二段上 汽车擦撞女骑士 结果导致两个人倒地受伤 还好这一状并不严重 女骑士和老妇人都只有轻微的擦错伤 相关肇事责任和原因 也正由警方进一步来调查理清